蓝色球衣 天津金门火 而白色战袍则是长身亚太 埃里克 投传得很准 直接蹲到中间的位置 投球 打了一个弹地 这球要称赞孙杰 刚才徐家敏出得很快 再传 投球 一个轰炸机制的腐中投锤 好球 看着头 直接推 最后这一下 球进了 56分钟 天津金门火一次长传驱动 由周通替补出场 帮助金门火建功 1-0 并没有越位 外侧的超车 这球越过了颜志宇 而且这小球推得也很漂亮 欧亚科已经出来 再想回 来不及了 周通 这个赛季 第一个中超进球 来得非常及时 赶紧跑到场面冲着余根尾飞稳 让球转过来 埃里克也有机会 到进区里面 调整 踩个单车 换左脚 再突一步 大门 漂亮 超强的个人能力 在金门火领先之后迅速帮助亚太扳平比分了 这就是现在中超最好的突破手之一 踩个单车 拉开空间再起诉 这球张卫个人能力上确实速度也跟不上了 关键时刻 埃里克这是个救命球啊 左脚失射 看巴顿 直接想往门里给 高度不够 再起 又被封堵 投球 得到远端 第一时间 垫到中间的位置 补空门 球见了 64分钟 又是周通 没开二度 做了一个C螺式的倾注动作 这一次判罚 赛后又会被讨论了 因为最终导致了进球的门前的补射 亚太的发尔队员反应都慢了一拍 周通这两个赛季进球运相当好 去年是结束了7年进球荒 前线球 叫谭龙 看第一下 直接打完 球进了 2比2 谭龙 非常精彩的零空抽射 不带球停 直接打 非常漂亮 再来看 这球难度太大了 一定是中超本轮最佳进球的候选 没有停球 直接就打 而且直窜死角 安尼克 第二下没有带回来 看后排怎么样 拿下来再交好机会 鲁尼尔倒地 这个球 看看怎么判 直接出示了红盘 直接出示红盘 罚下了张卫 出门将外 最后的防守人 然后场上还有一些冲突 孙杰捂着脸 周通的情绪也非常激动 上轮比赛啊 其实天队的最后时刻 就和对方有一些 和贺卫队有一些冲突的 这时候注意控制情绪 再差一步到禁区了 这是一个绝对的进球机会 破坏绝对进球机会 这种就是直红的 比赛里面 再来看孙杰 哦 杨帆 孙杰都不冷静了 孙杰没有必要去掐杨帆的脖子 杨帆呢 回手给了一巴掌 看他最后的处罚 回看之后 红盘 直接罚下了 孙杰 同时取消了杨帆的黄盘 两个人同时罚下 那这样天津金门虎在一个回合里面 两张红盘 我没有看错的话 他刚才是先朝着孙杰 说了一句5号 然后举了一下红盘 然后说了一句4号 举了一下红盘 这样的话 两个人同时被红盘罚下 这样的话 今天比赛最后时刻 出现了三张红盘 看看中间二直接打门 高了 这样的话 双方的比赛就此结束 在100分钟之后 天津金门虎和长春亚太 战成了2比2平